近日郑爽和罗金主演的电视剧正在热播中 虽然小鱼没有看但是看网上评论都很不错 所以还是很心动的 而恰好刚刚又看到有网友晒出一段画面 说郑爽在其公司拍摄新剧 还夸爽妹子本人很瘦 道具吃不停 网友爆料郑爽在其公司拍戏 本人好受吃货一枚道具零食 拿着吃不停哈哈 看来也是一个吃货无疑 视频中爽妹子穿着灰格的西装 依旧是短发造型 十分有职业女性的风范 看样子扮演了角色 如果不是职场精精 就是初入职场的小白儿 貌似还没看爽妹子演过职场办公室的戏呢 想想也是有点期待 网友爆料郑爽在其公司拍戏 本人好受吃货一枚道具零食拿着吃不停不过 就像网友说的这样 道具拿在手中边走边吃也太可爱了 果然是一只都是个懵妹子 不过看在爽妹子 这么瘦这么可爱的份上 估计没人会忍心夺下 他手中的零食吧 网友爆料郑爽在其公司拍戏 本人好受吃货一枚道具零食拿着吃不停 就是不知道爽妹子 现在拍的是什么戏呢 怎么之前也没听到一点风声呢 小鱼觉得爽妹子 真的是什么角色都能hold住吗 青春戏花被微微轻松驾驭 眼目子妈妈也是手到擒来 这职场女性的装扮也是看着很舒服 所以请问 还有什么是郑爽拿不下的